- 首先感謝經濟部工業局讓我有這個機會代表王文 來跟大家分享我們品牌組如何翻轉 那我這次的主題是與你一起翻轉品牌 就是我們的那個魚 那我後面會介紹一下我們王文 好首先我們介紹一下我們後來最近幾年出來的王文的新logo 大家從這個logo上可以看到呢 它是偏向日本風的風格 那為什麼偏日本風格呢 是因為我們王文有70年的歷史 那我們的師父都是非常的專業 都是一代傳承一代 然後我們就覺得後來疏離過後 覺得我們有日本職人的這樣的一個內容在裡面 所以我們就決定使用這樣的風格 再來呢還有一個特色是 你可以看到上面有一個缺口 下面有一個缺口 那它的意涵呢是 當時郭文公司給我們的想法是 我們可以乘上起下 對 那我們自己有自己的解讀 就是希望我們未來的 也許我們第四代第五代 可以有這樣開天辟地的這樣的概念在裡面 再來我介紹一下我們的品牌 王文的緣起 那我們創立於1950年 早期是在第一市場裡面 那你現在看到的很多 老字號的品牌啊 像是信發亭或者是瑞神書局 還有王文食品 當時也都是在第一市場裡面 那是因為後來由一場火災燒掉了 所以大家才慢慢傳出來 那我們現在是傳承到第二代 那即將要到第三代 我們是70年老店 好稍微介紹一下我們最有名的產品 就是我們的顆粒魚鬆 那我們的特色在於 我們叫了一批魚貨來 我們大概只會選用它 生魚片等級的部位下去製作 所以我們 我們它的血和肉我們是完全去除掉 所以我們炒出來的魚鬆啊 或是魚酥甚至是魚漿 它是不會有一些腥味的 所以我們是純天然的味道 也就因此呢 我們不用加入一些 過多的調味料去掩蓋它的形味 也是因為 我們只挑選生魚片等級的部位 所以我們三斤的魚肉 才能炒出一斤的魚鬆 所以我們的成本是相對是高的 因此我們的價格 也會比外面市面上還要還帶的高 再來第二個重點呢 跟其他廠商品牌 不一樣的地方在於 我們是不參加不參任何豆粉 我們是用純魚肉下去製作的 所以這也會反映到我們的成本 好 那各位可以看到 這是我們的招牌 顆粒起魚鬆 你可以從外觀看 它是呈現金黃色的 那這個是非常純天然的顏色 招材它的 你如果有吃過 你就會發現它是顆粒是非常的 它是有顆粒的 而且咬起來會很 會很有質感 因為它是純魚肉下去製作的 好 那介紹一下我們現在王文的門市 我們目前門市在台中 在台北都有門市 然後在台中的星光三月也有色軌 然後中間這個是我們的觀光工廠 在大理工業區 那我們今年八月 呃 所有的事情給處理好 然後要研發出新的產品 對 我們每一代的任務是不一樣的 好 那我再來稍微介紹一下我們 整個參加這個計畫以後 我們疏離過後的所有的問題 第一個就是我們的舊包裝跟展覽形象 好 大家可以看到 這個大橘色的包裝 是我們當時 比較有名的產品 比較有名的包裝 到現在還會有客人來詢問 欸那個橘色的包裝 跟你們是不是有關係的 對 那這個包裝就是當時是我們的包裝 那這個包裝在當時算是 我個人覺得是蠻成功的 但是 時過境遷嘛 因為它的色調 它是有一點比較老舊 比較傳統的 所以我們就想要從這個色調上進行個改變 那第二個問題是 因為我們後來也有研發出新的魚書系列 那因為魚書系列總共有五種 每一種魚種就有一種顏色的包裝 所以你看起來 看右邊那張圖 你會發現它的色調非常的凌亂 然後看起來也沒有跟任何品牌有關的連結在上面 只有左上角有一隻旗魚 對 所以早期我們的客人都是按照那個旗魚來認識我們 這主要是我們包裝上的一個問題 再��再第二個是我們 呃 門市也好 或者是我們出去參展也好 你可以看到 用我們的擺設是依照我們的包裝 我們就把我們的包裝 呃發呈 陳列在我們的櫃、櫃上 所以你會發現 它的色調也是非常凌亂的 這也主要是由於包裝所造成的一個問題 那再來是 剛剛是介紹包裝跟形象上的問題 再來就是我們品牌上的問題 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注重于产品开发 因为我们主要偏向是传统产业 所以我们只注重商品 但是不注重消费者今天看到我们的商品后 它会产生什么样的连结 他可能知道你的鱼松很好 但是他下次要再买的时候 他可能不知道你是完文食品 那这也是我们比较大的一部分题 再第二个呢 是纵使在我们梳理过后有新的包装出来 我们慢慢的在改变 但是我们二代跟三代之间 我们的对于品牌的观念 我们本来不是那么注重的品牌 到后来梳理后才了解 哦原来客人是 他可以透过这个品牌 然后深刻的爱上你这个产品 而不是先透过很多产品 才爱上你的品牌 对 所以这也是我们后来 上了很多课以后才学到的观念 再来第三个是我们品牌形象 尚未建构完成 目前我们 我们一直在持续改变 我们大概目前改变到七八成 那未来会朝这个目标继续努力 那我们新的光光工厂也是按照我们新的玩玩logo下去设计的 对 好再来是我们这次计划的策略跟规划 那主要有四个部分 第一个就是确认品牌概念 我们找出我们身为是日本之人的这样的一个风格 再来到第二个强化的内部共识 不论是我们二代还是三代 我们非常深刻的了解品牌是非常重要的 在我们现在这个时代中 再来第三个是持续建构形象 我们把我们的包装或者是展览的形象 把它全部的更新一遍 再来最后是极大层我们目前规划的品牌日的活动 好再来介绍一下我们这次辅导内容跟成果 第一个是 我们的新产品就是鱼骨粉汤 那我们这个新产品我们也没有跟以前一样就是 只是着重在产品开发 我们也是非常深入的研究 比如说我们是从我们的客群来找到我们要研发什么新产品 以我们文文来说我们的客群年龄是偏高的 所以我们就想老年人可能会遇到什么问题 比如说像是慢性疾病或者是骨质疏松 那如果讲到骨质疏松就会想到骨盖 我们就想到我们这个鱼骨粉汤 所以我们这个产品开发也是按照那个这样的观念下去进行研发的 这是我们另外一个鱼料在利用商品开发 我们就是把我们我们整条鱼 它其实有非常多可以利用的东西 像是鱼皮鱼肉鱼精鱼骨鱼汤 那这个目前我们都是有在利用的过程中 所以我们最后找出最适合 目前最适合我们的就是我们利用我们的鱼骨 跟我们的鱼汤来制作我们的汤包 所以才会有现在这个鲜鱼杯汤 那我们鲜鱼杯汤它其实大概有四五年前就已经有的一个产品 那它的问题是 它的包装也是非常的 它的色调上非常的传统 包装就是我可以大概讲给各位听 我们是用就是把我们那碗汤实际泡出来 然后再做一些照片拍摄 然后照片放到包装上 所以你会看起来你就会发现 你会觉得很像是去一个菜市场 或者是去一个渡边摊 看到的产品 而不是一个像是百货公司的很精致的汤品这样 所以这主要是它的问题 所以呢我们顾问公司也帮我们重新做一个设计 那设计一定要有个主题 那我们主题就是让鱼儿们带你遨游在汤品的美味里 好像你汤泡开后啊 你可以感觉到你没有很多鱼游来游去 感受到鱼的活力这样 然后顺便可以补充你很多的营养素 好然后我们这个系列我们有三个 因为我们有三种口味嘛 自然就有三种包装 第一个是中式的香菇鱼汤 再来换个颜色 就是含湿泡菜鱼汤 那你可以看到这个包装上 它的色调你会觉得它非常的精致 而且它的颜色蓝色 刚好符合我们完文最经典的子人蓝 对 色调上是非常统一的 好然后再来是日式味噌鱼汤 你可以从包装上感受到它没有那种传统的味道在 有点像偏年轻人的风格在里面 好然后这是我们整体的主题 就是遨游换海 好再来第二个就是我们前面提到 我们展览上的形象也有出了一些问题 所以我们也设计了一些用品来改变我们的形象 好先给各位看一下过去我们的展览形象 你会发现我们的颜色 我们从早期的橘红色黄色偏黄色的色调 你可以看到第二张图是偏黄色的色调 到后来慢慢改改成包装上是蓝色的整体 都有做一些改变 但是还是非常的称之不齐 好然后这是我们固定同一公司 让我们设计的就是一个banner 你会看到很像是你如果去日本一个生育片店 你看到这样一个招牌 然后你打开门 你就会感觉到一个很专业的日本师傅来帮你服务这样 所以我们希望消费者是有这样的一个 看到我们以后会有这样一个连结 好我们同时也有设计一些桌巾跟印章 印章很适合在我们一些集点的活动 或者是小游戏之类的 好再来就是提到我们这个四池杯 因为我们去参展的时候 四池杯用量是非常大的 平常呢我们用的四池杯都是这种塑胶型 透明塑胶的 那跟之前一样的问题 你会感觉到好像是去逛菜市场或是路边摊 那我们有了这样的一个杯子以后呢 它会跟给消费者一个概念就是 哦你手上拿着这个杯子 你就会知道它应该是去过完文这个 这个摊位 然后拿来什么样的东西来试试 它会比较有连结 而不是只是一个小小的塑胶 然后用纸的东西 然后一碗就丢这样 好那如果你以上我们 我们这样梳理过后 我们出来的整体概念就会像这样 它的色调会非常的统一 不论是包装或者是背景 然后桌上就是我们的四池的鱼松 这样看起来非常的一致性 我相信这样会跟 会跟我们会更方便 我们跟消费者沟通啦 不用说说那么多 然后消费者还是忘记这样 好这就是我们极大神的鱼人街的主题 计划稍微跟各位介绍一下 那我们主要是我们搭配了这个鱼人街 因为就是刚好4月1号就是我们的鱼人街 所以它的字的设计呢 会有一点诙谐的风格 然后你你不会觉得很像 怎么说它是利用另外一种风格接触消费者 原本的完文是还有一种职人的精神 感觉比较有一点严肃 但是因为4月1号呢搭配一点鱼人街的风格 所以我们用比较诙谐的方式呈现 就叫完皮鱼人街 好那我们的背景就是我们取代我们的4月 我们完文4月呢会有一系列的一个活动 那为什么选在4月呢 主要是因为第一个是鱼人街嘛 再来第二个就是4月1号 4月其实整个月它是其余的盛产的季节 所以它非常的有连结性 好那这是我们鱼人街的主题 我们希望呢因为在现在大家都在工作 忙碌的工作嘛 我们希望大家4月可以放下你的心态 然后跟着鱼啊然后遨游在这个市区中 稍微放松一下 主那我们的Slogan就是鱼你一起完皮一下 好那这是我们主要的主视觉海报 你可以看到一个鱼人先生 他贴了一张贴纸在我们的一个先生的背后 然后那个其实上面拿的是我们的包装嘛 那我们这个发想呢是我们未来观光工厂成立以后 我们每接一批团客 我们就会先发给他一系列的贴纸 然后我们就开始进行小比赛 我们的团客呢要在接下来的活动中呢 把我们的贴纸贴在我们的导览人员的背后 那你全部贴完了代表你的游戏积分越高 那就会获得相对应的奖励这样 所以他主要的设计理念是这样 所以要看你把贴纸贴完 然后是不是贴在他后面这样 好那我们再来也有 亲子活动就是彩绘棋鱼飘 我们在4月的第一个礼拜六 我们会邀请亲子妈妈开放报名在我们的观光工厂 或者是我们的门市进行我们的彩绘活动 那这个彩绘棋鱼飘呢 我们如果有得奖的话 我们未来会挂在观光工厂 好这是我们目前设计的鱼飘 我们有单面的有双面的也有立体的 好再来是快闪的活动 我们也会邀请一些学校的比如说热武社 或者是我们自己也会下去参与啊 我们会到我们的门市观光工厂 或者是其他热门的地点呢 举办这样比较酷熟的活动 然后可以增加我们曝光录以及打卡这样 好那他们同时也帮我们设计一些周边商品 可以未来我们出去摆摊的时候啊 或者是观光工厂的商 也可以贩卖这样 好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的贴纸 那它总共有11块 比方说有每一种鱼它代表的斯多根就不一样 比如说像是烘鱼 烘鱼叫做四月大鸿刃 那像是章鱼的话叫做四月鸿刃 它其实是非常生活化的 很适合比如说年轻人贴在铅笔上啊 或者是文具上面这样 好这是我们的活动T恤 有点感觉 好以及各式各样的明信片啊等等的 然后这是我们设计的防目包 那有两个颜色 一种是纯白的一种 就是我们的只能蓝 好还有我们的贴纸包 好那我以上就是我的简报 那到此为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